李一峰凉凉之后有很多人关注她的最新动态 根据相关视频资料她已经从居留所回到公司 但李一峰想要再付出根本不可能 已经被全平台封杀 连带着以前的作品被下架 有业内知情人士爆料 李一峰将会面临高达几千万的违约金需要赔偿 与她解约的品牌都相继追责 被拍到现身公司 只有经纪人陪在身边应该也是处理一些相关事宜 本以为李一峰会从起毫无增迹 但她目前的所有社交平台均是查无死人状态 而且一般出事以后 都来不及说最后的话就被封杀 但近期又传出她的新消息 李一峰多个大粉同步更新动态 文字中透露了李一峰的情况 据了解她通过其他人向粉丝道歉 原话是一切安好 对不起大家 无念你们好好生活 也代表着李一峰向观众以及自己经营了多年的事业 说再见 有网友认为 经历了此次事件 李一峰很难找到对象 可惜了她帅气外表 其实并非如此 虽然负面影响还在 但仍然有粉丝不离不弃 坚守初心 也太执着了吧 网传李一峰即将结婚 而曾经垂过她的女网红郭子瑜 也表示李一峰要结婚了 随后有八个媒体晒出 疑似是李一峰结婚证的照片 女方姓人 也有人表示 这只是和她同名同姓的网友 并不是李一峰本人 李一峰此前在采访中曾被提及 何时结婚的话题 当时她给出了回应 让不少人认为她是一贯的风格 风言风语 她说 自己准备在35岁之前就结婚 提起具体结婚时间 她还开玩笑 表示下个月就可以 现在看来她当时的话别有深意 她还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很喜欢吻戏 因为可以占便宜 当时可能只是调侃 现在想来 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说出这样的话 原本以为她只是在开玩笑 实则是暗示 可以说李一峰目前是否结婚尚未可知 但即使没结婚 也应该是有这个打算的 据了解 李一峰是某集团的附加千金 一家都是老上海人 家是险赫还是独生女 最初和李一峰相当 双方签订了婚前协议 不干涉对方财产 各自经济独立 即使明星是高收入群体 但和真正的财阀还是差远了 李一峰如果在这个时候结婚 那也是相对不错的选择 女峰之所以选择李一峰 也是看重她的外表 但有人认为 她可能和李一峰真心相爱 要不然不可能知道 李一峰的不良行为 还能跟她在一起 当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目前李一峰已经回到四川老家 据说是想跟父母待一段时间 也算是回家避风头 都说李一峰一心向外 过了之后非工作原因 不愧回老家 现在出了事 还是老家最值得依靠 有消息称 她将在今年年后 带着家人出国 并且准备定居在泰国 因为泰国的文化 对于这件事情的容忍度很高 她在泰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从泰国网友对李一峰事件的评论来看 他们非常希望李一峰再泰国出道 从高高在上的知名一眼 到如今的落魄不堪 人人喊打 李一峰的经历让人唏嘘 她本可以继续风光无限 但一旦对自己放松 却走向万界深渊 从意先从得 学意先做人 李一峰的言行 给众多艺人同行敲醒了警钟 明星有如此庞大的粉丝群体 稍有不慎行为将会给粉丝造成极大的影响 作为公众人物 实时应该几年慎行 作为粉丝树立榜样 早前还有人说 李一峰近几年出境次数少 也是因为和王思聪一起挣了大钱 不想在工作打三百烂 后来付出只是为了维持地位 根本不是赚钱 想必李一峰赚的钱 也够她后半辈子花的 只要不是极其奢米生活 应该都可以承担 或许李一峰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安安稳稳做个普通人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至于在国外出道 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李一峰被曝已向粉丝道歉 粉丝还称李一峰有一个秘密 李一峰塌房之后余温未散 不止很多人艺人受到她的牵连 还一度影响到了网友对于明星的信任危机 但对于她的下一波动向 不少网友都很是关注 9月11日 北京警方通报李一峰多次嫖娼 后李一峰十几年的演艺生涯 六千多万的粉丝 却在202年9月11号那天 全部画上了句号 她本人和工作室账号也没有了 之后便有多位娱乐博主爆料了 李一峰的动态 博主称李一峰团队已经全部解散 团队人员一个都没剩下 有的分到了别的艺人那儿 有的失业了 要知道在娱乐圈很看中艺人的口碑 李一峰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工作室的艺人确实难免受到影响 当然也有一些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 还是颇为抢手 毕竟很多小明星和工作室 都想学习一些经验 而李一峰本人的计划 被说的最多的是 或将出国避避风头 因为李一峰在国内不止她防了 而且还很设思 实在待不下去了 出国不止可以散散心 还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发展的可能 毕竟她之前不少作品都走出国门 在不少地方都有很多粉丝 当然这些都是娱乐博主的单方面一侧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如今李一峰和工作室账号也没了 大家也无从查证 可有一点消息取到的真实性却备受认可 那就是李一峰的粉丝 李一峰塌放之后 虽然有不少粉丝多粉 但仍旧有很多人始终坚定不移 近日多位粉丝还暗暗发声 透露李一峰近况 有战姐发文称 原方传来故人的消息 她一切安好 和我们说对不起 让我们好好生活 之后多位粉丝也齐齐发声 称原方传来了故人的消息 李一峰塌放之后 很多粉丝一方面想知道李一峰的动向 一方面又觉得李一峰欠自己一个道歉 战姐这次其发声虽然没有明说 但不难看出 是在透露李一峰的一切安好 并向粉丝们道歉 此外还有战姐追议了 去李一峰片场的过程 并爆料李一峰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9月19日 李一峰塌放后的第9天 战姐追议4月份去片场见李一峰 当时天已经黑了 李一峰也回酒店了 但战姐还在片场 和剧组人员说了之后 几分钟剧组人 让群眼带我们回去 她还说带我们去吃饭 杀青那天 哥哥还会给我们两张签名照 还有我们就不说了 这是我们和她的秘密 对于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有不少粉丝追问战姐 但战姐的回复是 她也不希望我们说 大家不用问我什么秘密了 我只能和人说 人和人都是相互的 李一峰的故事就此作罢 她塌房后 有十年老粉怒而脱粉 有人觉得被骗耿耿于怀 也有人 始终在等一句道歉 如今道歉以来 粉丝的生活也要继续 而李一峰不管是出国 还是另做打算 都希望以后能够吸取当下教训 脚踏实地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我们的每一步 我们的每一步 都 有